字幕组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数位线号处理器 我是收科教师林衔一 在这个单元最后部分 我们将教大家如何来实作 类比数位转换 然后首先我们要实作的时候 我们跟上一个单元一样 我们首先要开启一个范例 那这范例我们可以去 我们参考 TI的一些Control Suite里面 Device下面 这是2802X0这个系列下面 可以看到它的范例程式 这边有列出来 所以各位可以点选 我们其中一个叫ADC SOC The Red Register Access这个范例 把它载入 载入之后我们重复之前做的方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在Run 这些Project的时候 我们有些暂存器或有些变数 我们必须设定 然后因为TI提供这些专案 它有些名字已经帮我们定义好 一些标头档或是一些Function 已经帮我们定义好 所以也就是我们在实作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定义那么多 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化我们的操作的方式 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到说 或是上次各位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设定某一个战权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一些名字啊 因为TI在这Project里面 已经帮我们设定好那些名字啊 我们写起来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 制作我们的专案 所以我们不会从空白的专案开始制作 我们会先Include 假设我们要用到 这个类比转输入的话 我们会开启它的翻例 从它的翻译来修改 因为有些相关的一些 档案我们都会用到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来 来写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个专案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的主程式 主程式这一个 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排除在外 因为我们要自己写一个 比较简单的版本 所以我们在这个目录 在workspace下面 这个专案 这个目录下面建立一个新的man.c 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空白的 然后再把我们这些程式 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首先一开始 我们要包含一个标头档 就是整个Project 它会用到的一些名称定义等等 所以这档案很重要 会包含进来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 我们会有个中段副程式 ADC-ISR 那ADC-ISR是做什么 等一下会交代 那这个是Voltage 1 也就是说我们写一个阵列 比如说我们ADC 转换后的电压 会放在这个EV的阵列上面 它是一个敷点的 因为我们之后会做一个转换 好 那首先看主程式 一开始我想就是做一个系统的初始 那接下来是把整个interrupt 把它Disable掉 就是下一个DINT的Disable 这样的指令 那事实上它就是做一个 把INT M 这个Mask 这个位缘把它写成E 接下来做INT 这个做PIE的控制的设定 那在之前的单元我想 我都会跟各位同学介绍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也不再多做介绍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接下来把IER IFR设成0 就把CPU的这个CPU层的起标占成器跟智能占成器 把CPU层中段的智能跟起标占成器设成0 那接下来初始化我们的PIE的中段向量表 这些在之前的单元都有讲过 我想同学可以一直重复用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中段向量表属于ADC IN-T1的部分 我们连到我们的ADC ISR 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设定 我们是用ADC IN-T1 这样一个类比转数位中段 那这中段一旦发生之后 就会去我们中段副程式 也就是说当你有ADC转换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中段 我们就可以在这中段副程式里面 去做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 例如说把这纸夺进来 然后怎么样 把这纸做一些我们要的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ADC ISR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只是把我们读出来的值 有没有 从ADC RESULT里面 好 读出来 那读出来值我们怎么样 除以4096 也就是12bit 就是2的12次方就是4096 那总共是3.3V 因为是我们固定电压的表示方式 所以从0到3.3V 好 是代表12bit 所以得说我们这值 好 算出得到之后 除以4096 再乘上3.3 就是我们要的电压 好 就是Voltage 1 那这是个浮点的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完这些中断服务之后 记得我们跟之前一样 我们这时候是使用非连续中断模式 所以得说我们ADC INT 1 的奇标清成0 才能进行下一个 如果我们试成连续模式 它每次只要有EOC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ADC INT 但是我们现在设定 非连续的中断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奇标清成0 它下一个中断才能办法发生 记住这边 如果没写 没把设定成1 没把清成0的话 写成1 这边写成1 代表是清除奇标 所以得说我们 没有做这动作的时候 下次中断就不会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再写1 必须把这个PIE的AG 把它清掉 这边都是写1清掉 那清掉之后才能怎么样 让这个CPU中断 接受其他的周边 不然的话你下次就进不来 好 那再回来看到 回来看到主程式部分 主程式部分 我们来看 我们必须初始ADC ADC初始什么动作呢 就是我们开始设它的 时迈启动 代表说整个ADC才会启动 等于说ADC Clog开始启动 那接下来做一些设定 做哪些设定呢 我们去设定 ADC里面所有类比部分电路的Power Up 如果这些没启动 我们到时候就没办法做一个参考电压 所以我们就读出来 其实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必须启动 这些ADC的调节的电路 把它Power Up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 是刚才ADC的初始 然后这边我们另外一个副程式 另外一个副程式 来设定我们自己要做的ADC转换 这边写成 InitMyADC 好 那这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做一些战转器的设定 一开始我们还设定说 ADC的中断是发生在 怎么样 ADC转换完之后 前一个cycle 等于说 你这个结果 ADC转出来结果 存到result里面 在转换结果出来之前 前一个cycle 我们发生ADC的中断 这边做这样的设定 接下来这个Beat 是我们设定ADC的Int1智能 可以发出中断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使用 不是使用连续的 我们刚才不是说 如果使用连续的话 它只要有EOC 它就会一直发生中断 这边我们是设成0 代表我们必须清除 ADCInt FLG 这个旗飘 暂存器 才能发生中断 好 接下来我们设定 EOC0 触发 这个 ADCInt1 比如说 比如说 去触发 比如说我们用 SOC0 来触发 ADCInt1 好 这边是设定说 SOC0的触发 触发channel 是 ADC IN A4 比如说我们用 ADC A4 这个channel 比如说我们用 类比的A4的channel 来当成我们 SOC的 转换的类比 宣号的输入 好 那最后我们设定 我们的 SOC0 我们使用 SOC0 它的触发源是用 EPWM1 好 那这边设定 我们的SOC 它的取样点 Windows是7个 设成6 就要加1 这7个取样点 那这边这一块是设定 因为我们刚才设定 是由 EPWM1 来当做我们 ADC 来当做我们 这个SOC0 的触发源 所以我们这边要设定 一些值 那它产生一个 PWM的 迈坡的POSE 来触发我们的 怎么样 SOC0 好 那接下来回到 MAN.C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的 Init ADC完之后 也看到我们的 Init MyADC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去智能我们的INT1.1 为什么要智能INT1.1 因为我们知道INT1.1 就是代表我们的 ADC INT 这个中段 所以我们要智能它 好 智能完之后 我们怎样 再把CPU的中段 INT1 智能 因为INT1.1是属于CPU1 CPU第一个中段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 Enable 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是把清除 这个INT1.1 比如说我们 最后的Mask把它打开 不是把它关起来 让它CPU能接受到中段 最后我们主程式 就停留在这地方 在等待 一旦是我们进入ADC中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 就看到说我们会有值 增加 这个图是我们 Ctrl Stick 这是它的接角 这它接角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接角的表 就是说我们假设要 ADC A4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角位把它 输入我们的类比讯号 那我们就可以去量测 它到底几幅 通过这个ADC的转换 那主要我们进入Debug的时候 我们可以记得 我们去按下这个 Enable Silicon Real-time的模式 即时的模式 然后也同样的 把这边选是 然后我们在观测变数的部分 我们要选择连续更新 然后这边也看到说 我们这些 把这个Voltage 1 这个变数把它叫出来看 看到这时候怎么样 数值都在变化 所以你当你外面 这个ADC A4 这个Channel 如果你改变它电压的时候 你就可以改变这边的读值 然后各位可以接一个可变电子组 去改变它的值 然后这边可以动态 去看到它的值会改变 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类比数位转换 然后类比数位转换 是在数位讯号处理中 所要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帮类比讯号转换 变成数位讯号 所以这边我们讲解了一些 这个硬体上的设定 如何正确的来转换 类比讯号到数位讯号去